华林县政府建设处针对了光复乡马太安部落的水环境改善计划 其中的部落居民最关切好与倒灌烟机的问题 县府建设处计划改善光复溪和福登溪汇流口的水利条件 增设生态池来纳续洪水并且营造恢复当地的传统渔猎文化的水域环境 也获得了部落的支持和肯定 继上个月21号办理完成部落会议工作方讨论纳整意见 事隔一周后精通盘考量 县政府建设处带着微调的光复乡马太安部落汁水环境改善计划 来到马太安部落会议现场进行说明 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它本身的生态有多样性 当然这边生态多样性也有一些课题 举来讲外来种的入侵的一些课题 再次重申将以湿地生态环境作为规划主轴 进行部落水环境资源的改善 然而饱受水患之苦的部落居民 尤其最关切的就是解决豪雨倒灌 积淹水的问题 新政府建设处透过了图文简报说明 除了计划改善光复溪与福登溪汇流口水利条件 另外再增设生态池纳续洪水 并营造恢复当地传统渔猎猎文化法拉告水域环境 那这生态池当然我们长期是希望刚刚讲的 不仅仅是这边的文化的连结的水域 那也会是一个直升很好的一个教育场子 那另外呢上游的部分 在百鹿桥上游的部分这一个河段呢 我们怎么样子如果这边有民众的 有大家的土地 那因为这边大概过去我们看起来都是路化 那这些土地如果能够让它恢复 跟水的交换 那么我们希望也是寄用这块空间 来改善这边可能的这些所谓的水患的问题 对于改善部落水资源环境 在地居民及族人都十分支持的同时 也坚决保存并维护部落巴拉告传统渔猎文化 因为争取竞争了争取下来之后呢 要在去失作之前 也都还是会到部落来跟大家做报告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县府的要求 那也希望我们未来很多公共建设 都是这样子来进行 不只是防洪整治基因的问题 马太安部落也抱持高度期待 肯定改善水资源环境计划 也能考量友善生态与原民文化的发展 获得部落会议初步共识 期盼未来能结合观光与教育场域 达到文化传承及环境永续的使命 接着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